MING PAO TORONTO HELLO 大家好 在我手上這部就是Apple全新推出的M1 Max MacBook Pro 14吋 電腦是剪接師日常需要接觸到的工具 所以我也需要跟大家分享解釋為何要買這部機 今次這部影片我會以我或創作者的角度去分析 但由於它的規格太多 所以我會講一些我個人喜歡或者覺得不錯的要點 一些真正實用的功能 要注意的事項 再給他一些評價 在影片的下半部分 我們會用不同相機的影片類型去進行剪接的測試 在講解之前我們現在就一起做個開箱 好我們現在打開盒子 一開盒我們就會看到MacBook Pro的機身 之後在盒子裡我們就會找到MagSafe的充電線一條 之後在盒子裡我們就會找到MagSafe的充電線一條 裡面也有黑色的Apple Logo貼紙 然後就是一個插頭和升級了的96W火牛 打開MacBook之後它就會立即開機 撕開這張保護紙之後就會看到HALO的紙樣 這張保護紙 這次我也順便購買Apple的MagSafe的充電線 現在就順便向大家開箱 打開盒子之後會看到MagSafe的主體 盒子裡就包含一條USB-C to Lightning的充電線 我们现在就讲讲这部MacBook的型号和规格 这部机器就是14寸太空灰2021版本的MacBook Pro 配备了Apple最新的M1 Max chip 有10Core的CPU,32Core的GPU,16Core的Neutral Engine 高达400GB per second的记忆体宽频 之后就是32GB RAM,1TB的SSD内置Storage 价钱就是25,799元港币 那为什么要升级到CPU和GPU呢?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都是我自己对创作和工作的需求 平时我的工作也涉及到8K的影片剪接或者3D effects等等 很多时候我都会用到Adobe不同的软件 又或者是multitasking 同时使用几个软件或者application 那我自己觉得32GB RAM就已经很够用了 好,那现在就让我讲一下我几喜欢这部机器的MARDI Specs 首先就是14寸的尺寸 对于我平时拿出街工作,最重要的是便攜性 我自己觉得13寸对于我来说会太小 15寸,16寸又会太累積 所以我觉得14寸是一个很好的中间位 那之后就是这部机器的Display 这是一个mini LED的螢幕,也是一个Liquid Retina XDR显示器 那它给到我们的东西就是一个非常高的动态范围 和一个100万比1的对比度 对于我自己平时进行一些矫正光暗或者是调色的工作都非常之有帮助 120Hz的ProMotion Display,给到我们一个流畅的体验 对于一些会剪接120fps影片的用家也很有帮助 而我们也可以手动去改变这个萤幕的刷新率 那之后就是这部机器的Design 它的设计比较方形,厚身,而物料就用了再生的铝金属 我自己就很喜欢这部机器揭开个屏幕和握上手的时候 可以给到一种很硬正,稳固的感觉 之后就是这次全新的黑色keyboard 打字的时候按下去每一下都很硬正 手感也非常之好 今次就没有了touchbar,变成了一行的function key 我自己就觉得挺实用 新的touch ID键,放手指上去就可以unlock 按一按就可以lock screen 接着就是这个SDXC的class lock 是之前的几代都没有的 现在就可以方便到一些摄影师、创作者或者是用相机的人了 再之后就是这部机器的三个Thunderbolt 4 ports 还有一个HDMI port 可以提供四个external display 就方便了我平时在其他摄影师进行一些剪接或者是presentation的工作 今次的MacBook也都用了MagSafe Charging 我个人就觉得很方便 配上这个96w火牛的充电速度也很快 同时也可以用USB-C进行充电 还有就是Apple更新的SSD 它的独取速度提升至7.4Gbps 比上一代的M1MacBook Pro快超过一倍 令我们可以高速地传输大量files 不得不提的是这部MacBook Pro的Audio Apple今次也更新了它的Studio 级数Microphone 六个speaker的音响系统就可以提供到一个更加立体和3D的感觉 还有这个upgrade了的front camera 1080p的解像度对于我平时的一些online meetings 或者interviews都非常有用 好接下来就等我说一说几样我认为大家需要注意的事项 首先第一样就是这部机器的电池 官方就说这部机器可以进行到17个小时的影片播放 我自己平时就会用这部机器来进行一些比较耗电的工作 例如是Render影片 都会比较快地用电 而充一次电就可以用到大概4-5个小时进行剪接 已经比以前的MacBook Pro做得好很多 之后就是这部机器的散热系统 我自己觉得它都会轻微地出现一些热手的情况 而在进行剪接或者exporting的时候 这部机器都会开着它的风扇 我自己就觉得这部机器的风扇未算是很安静 但亦都比以前更好 再之后就是这个notch 也就是我们平时叫的M字压 虽然它霸了很多位置 但它里面都没有包含到Face ID 这个点我自己觉得挺可惜 还有大家要注意的是 这部机器的设计并不是4K 以上就是这部机器的5D specs 我们现在就进入剪接测试的环节 今次的测试我们就会在Premiere Pro里面的video playback 而所有的视频也都会放在4K的timeline里面进行剪接 首先就是DJI的5.4K D-Lock footage 我们现在都可以看到在Full Resolution的情况下 Playback也是没问题的 接着就是Sony S-Lock 3的视频 我们也可以看到Playback是没有出现Drop Frame的情况 然后就是Blackmagic的4K B-Raw 还有Blackmagic的4K ProRes 也是非常流畅的 好 但到了这个时候问题就出现了 现在就让我试一试用R5的4K HQ footage给你们看看 相信大家可以看到Drop Frame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 我们再试一试R5的4K 120影片 再试一试R5的8K Cinema Raw影片 我们可以看到Drop Frame的情况也是继续出现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R5的影片因为是H.265的Codec 让我们没有办法进行一个顺畅的video playback 甚至是剪接 好 我就决定了把刚才的Footage 转为ProRes 422的Codec 现在就跟大家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很完整地播放每一条影片 我们甚至可以很快地在影片之间迅速移动 也是非常顺畅的 现在我们就把一个两层的Color Grade放进去 看到影片也是可以很顺畅地播放的 甚至是再重复一层 也没有出现Drop Frame的情况 相比刚才DJI和Sony的Footage 虽然能够完整地播放 但我们就不能快速地进行Playback 好 那为什么在这部MacBook上 剪接ProRes影片会特别Smooth呢? 其实就是因为M1 Max 拥有两个ProRes Video Encode 和Decode的Engine 可以给我们两倍的Exporting速度 也都对一些需要大量输出影片的剪接师有非常大的帮助 而这部MacBook的GPU也都比过往M1的快4倍 我平时在Lightroom和Photoshop里面做的大量Multitasking Exporting也能够完整 甚至可以说是畅通无助 好了 现在就让我为大家做一个总结 整体来说 这次这部MacBook Apple也做了很多details和upgrade 令到用家可以享受更多 而这部电脑我就觉得是设计 给一些需要大量制作的Editors 我自己觉得14转在方便和性能之间可以取得一个很好的平衡 令到这部电脑成为了一个最好的工作平台 而AppleProRes这个Codec 亦都可以配合这部电脑 加快整个制作流程 绝对是一个给钱买的时间的概念 好了 希望这条影片能够帮助你进行选择 或者是以一个创作者的角度 来了解这部2021的MacBook Pro 也都欢迎大家留言去分享一下对这部电脑的看法 或者是一些心得 那我们有什么就下个影片见 拜拜